看,我们小学课本上学过的荷花花 好漂亮,小学课本上还学过 金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姐姐今天就开着房车 带你去看一看黄河东市水 走 上车 太热了,太热了 姐快打火,快开工条 好嘞 姐还是好热,这个前面有风,后面都没风 咱们还有一个行车后空调 来,我给你开,就在后面的这个位置 看这里有一个行车空调 就是标配的一个行车后空调 当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呢 双方有一个调节按钮 有123档可调节 这给你开始出风了 因为这个出风口的风速的方向 也可以进行调节 来,再来试一下 哇,风好大 比前面那个出风口的风还大 让我好好凉快一会儿 感受到了行车后空调的魅力了吧 当然 你先凉快一会儿就去坐这个座椅上来哈 好 你们准备出发了 当我们驾驶房车行驶在这样的路段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边的这个树枝 因为车身比较高 容易滑上车身 所以一定要稍微靠路中间一点点 现在呢,看我们到了 黄河现在正是涨水的时候 这才叫滚滚黄河东湿水 虽灵其境的感觉果然是不一样 现在南华里出现了好多成语啊 一马平春 一望无际 开阔天空 熊伟壮观 波涛汹涌 但就是太热了 快回车上聊快一会儿吧 走 走 大速在黄河边的感觉 真好 没什么地方 这里风景真的是太美了 请我们在这多休息一会儿吧 可以啊 在这睡个午觉 我车庭旁边 那这样一直打这会儿 一直开着空调 是不是很费油啊 我们可以不用那个空调呀 我们在这里还有一套 驻车用的空调系统 帮我开一下 那边去开没开 开了 好 那我们开一下这个空调 来 我们可以通过手动或者遥控吧 打开就行了 我们来设置一个温度 设置一个最大风速 然后我们来调一个18度 开了吗 怎么没有声音 因为它是一个静音的变频空调啊 你可以摸一下 两边一开始出风了 并且这个出风口的角度可以调节 可以让它风向 比如说往上吹 不想让它对人直吹的话 就往上吹就可以了 那这样一直开着是不是很费电 因为它是一个变频空调 所以它也是比较省变的 当然了再次给大家也提醒一个我们用空调的小技巧 比如说像这些两边的隐私帘啊 包括我们前方的驾驶舱的那个隐私帘啊 最好都把它给全部关起来 这样的话呢 以免太阳对它进行一个暴晒直晒 还有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也可以将这个隐私帘围绕着滑轨拉起来 这样我们的空调呢 放在了里面这个区域 这样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 它就更省电了 同时我们还可以启动它的一个睡眠模式 这样它的功率大概在200到300瓦左右吧 也就是非常省电了 可能开一夜的话 也就是两度电到三度电的样子 连在你说话的这会儿 感觉车上已经凉快起来了 神奇的空调 飞翔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